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年菜的餐桌上一定要有一道虾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传统的油焖大虾的做法 主要的材料有虾和姜丝 虾最好选用渤海大虾 锅里放入适量的油 开小火把油烧热 油烧热以后放入虾 保持小火来煎这个虾 煎的时候用铲子轻轻的拍虾头 可以让虾油充分的煎出来 底部的虾壳煎到酥酥的 然后再翻面 翻面以后放入姜丝 继续煎 等另一面也煎到皮酥了以后 放入适量的开水 倒入水以后转大火 水不要防太多 如果你买的那个虾比较大 可以稍微多放一点 虾小的话就少放一点 水量再虾的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一勺盐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入十两的糖 喜欢吃甜的就多放一点 转中小火焖一小会 焖个三五分钟 等到最后锅里的水分都挥发了 就剩下虾油了 这道菜就做好了 然后关火 我们把虾盛在盘子里 再把锅底的虾油浇在上面 表面可以再撒一点葱花装饰 传统做法的油焖大虾是不放番茄酱的 把虾油充分的煎出来 这样汤汁就会变红 而且这道菜吃的时候是连虾壳也可以一起吃进去的 虾壳是很酥的 非常美味 如果大家想收藏查看更详细的图文教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幸福的眼泪 如果小伙伴们做了这道菜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 爱特我来交作业吧